图为中国伊隆埃无人机,近日,有媒体报道消息,塞尔维亚国防部副部长米洛拉多维奇对外界表示,其或将购买六套中国无人机系统,并引进制造技术自行生产其中的五套整机。 据悉,米洛拉多维奇声称塞尔维亚,在无人机领域,相对于周边国家显得比较落后,其尚未拥有能够执行全天候查打一体任务的攻击型无人机,而与之相称的则是中国完整的出口军运无人机产业体系。 他希望能够再次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图为一蒙二二查打一体无人机。 众所周知,随着2002年第一架美军MQE无人机投入战场并取得战果,世界各大军事强国便纷纷开始投入到军用查打一体无人机的研发当中,而目前在这个领域位居世界顶端的无疑是美国和中国,也正因为实力的大体相称。 这两个国家在世界军用重型无人机出口领域,可谓是针锋相对,双方都在日历激烈的竞争,交锋当中不断退陈出新,都希望能够依靠革新武器在舆论气势上压倒对手。 图为伊拉克军队彩虹4无人机,虽说在对外宣传方面和实际销量方面美国更胜一筹,但是由于部分国家存在着由西方划定的武器禁约, 令本问题无法选择前者的装备。 因此这个时候美加连且不受禁令限制的中国无人机就成了不二之选,而塞尔维亚也就理所应当了称为中国军用出口无人机的又一新买家。 然而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彻底解除武器禁运令,塞尔维亚也不大可能选择美国的无人机产品,因为这个国家与后者曾有这么大仇恨,并在骨子里敌视这个超级大国。 突然遭到联军空袭的南联盟城市,上世纪末的那场可索沃战争,相信至今都让许多人记忆犹新。 以美国为首的独特国家,肆意见他联合国宪章的国际法,不顾一切都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发动持续空袭。 整场战争中,南联盟平民死伤人数在8000以上,而由于学校、铁路和电台等设施,几乎全部毁于空袭,导致几百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总体损失无法估量。 其中受搏击最严重的则是加盟国之一的塞尔维亚,突类美军F-117夜鹰隐身轰炸机,尽管包括塞尔维亚军力在内的南联盟先后击落了备约61架军用战机,其中甚至还包括使用中国雷达侦测并摧毁掉的一架F-117夜鹰隐身轰炸机。 但也无法扭装失败的局面,最终科索沃还是被强行划分出南联盟的版图,如此惨痛的历史。 我们不难想象出塞尔维亚人对于美国为首的西方都国是多么的深恶痛绝了。 再加上塞尔维亚人基因里的那份钢链彪汉,相信对于仇人的先进武器,他们也会嗤之以鼻,突为彩虹五行查打一体无人机。 话说回来,此次访华的米洛拉杜维奇并未向外间透露采购中国无人机的具体型号,但他在号室中提到个外的产品,将可以执行昼夜战场监视,使用或者协助其他武器发射的激光制导弹药,以及为号兵提供射击猪源等信息。 因此不难推断出这是一型具有较长制空时间的查打一体化无人机。 尽管中国此前已出口过多型类似用图的产品,但作为全新型号的彩虹五大型查打一体无人机,相信应该是塞尔维亚的最佳选择。 这次无人机采购项目将让塞尔维亚初步具备较为完整的无人机打击体系,而对中国军工而言又是一次值得纪念的胜利。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